歡迎收看主廚好過瘟 我是沈俊麟主廚 今天為大家帶來這道 和風焦糖烤夫雷 是帶有日本風味的 真實的豆腐去做的烤夫雷 簡單易做好上手 又營養美味 好我們把平底鍋拿出來 一樣用不加地的煎桃爐 好我們現在把溫度拉到這個800度 很簡單 就把這個堅果放上去 稍微烤一下 讓它有點表面焦黃就可以了 整個那個堅果的顏色有沒有 都上來了 所以產生特殊的一個焦化的香氣 接著我們把這個堅果有沒有 先把它移過來 好我們把溫度有沒有 先拉到這個200度 好不用洗鍋子 我們就直接擦一下就好了 砂糖大概150克 好輕輕的把它放動 其實焦糖很簡單 就是說先把它放均勻 然後經過它慢慢的有沒有 經過這個電陶爐的 這個熱傳導有沒有 融化之後 再焦化即可 好下去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拉到600度 看一下就像這樣 呈現琥珀色對不對 好接著我們把這個鍋子有沒有 先移開 然後火先關關掉 然後接著把糖有沒有 拉在那個事先準備好的烤焙紙 好你喜歡什麼樣的形狀都可以 那主要就是說 這個是取代有沒有 我們火焰槍一個 做一個炙燒烤布雷的動作 那現在我們要做這個 和風焦糖烤布雷的醬汁 首先把烤好的這個堅果 全部放下去 還有豆漿 然後搭配一點這個10克的糖 好那搭配一點鹽或海鹽 可以增加它有沒有 這個等一下焦糖的一個風味 好很簡單 就是把邊邊的地方去掉 好放進去 這邊也是一樣 好這邊 按照它的紋路去切就可以了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難 沒有其實就是把它切一切 然後擺盤 好像這樣 按照它的紋路切 然後擺上去 好 那多的我們先放旁邊 好把上蓋上蓋子 好像這個堅果六 哇它的功能很強大 自從我認識的 我這個 Biango破壁養生機 天啊 它不是只有這個打醬汁 還可以打南瓜濃湯 甚至連魚骨濃湯 都可以加熱 變成一個湯瓶 太厲害了 好我們把它設定到這個果汁的地方 好按開始就可以了 好這樣就好了 這台最大的厲害就是說 它這個不一定要等到時間到 它可以隨時有沒有 依照你要的粗吸度有沒有 就可以按暫停 只要按下輕輕下面這個鍵就可以了 好 接著我們把這個堅果滷汁倒出來 那接著我們要開始來擺盤囉 好我們把這個堅果滷汁有沒有 淋在旁邊上 剛剛這個焦糖脆餅有沒有 好 好去摺一下你要的這個造型 好搭配一個酸酸的檸檬 會增加它的香氣哦 是不是就這麼簡單就完成了 喜歡這個美食的好朋友及同學們 今天這道和風焦糖烤芙蕾學會了嗎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哦 加訂閱及分享 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這個 Cue我們的小編哦 我的手今趁火 第一集 我會ety。 是 一些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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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Pres 也 kt 先生 有人